Hello 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呢 又来了一期夜话 我从我的微信手机里呢 看到了一个贴子 这个贴子一下子就引起了我很多的感慨 所以我觉得无论如何 我今天要把这番话说出来 话说呢 这个贴子是讲了一个女孩 这个女孩呢 在五年前 在加拿大温哥华 有一个特别大的天然公园 非常非常漂亮 叫Central Park 之前我们家刚来温哥华的时候 第一站呢 我们就是住在Central Park附近 那个时候呢 我也经常推着我的小孩 到那里面去晒太阳啊 去散步啊 所以那个公园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到了2017年呢 就传来了一个噩耗 这件事呢 就是震动了整个加拿大 特别是对温哥华的居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大约是两年 还不是三年 时间非常非常长 都觉得这个案子是不可能在被侦破的时候呢 突然这个罪犯被抓住了 抓住了以后呢 就是拉开了一个漫长的审判的过程 今年已经是第五年了哈 我看到这个贴子上讲的呢 就是三个警员 直接在现场的目击的警员 他们为了给这个罪犯定罪啊 一一走上法庭去作证 那最后加拿大这个凶手终于找到的时候 他并不是中国人自己干的 并没有传说当中的那些挺神奇的一些故事 实际上是一个刚刚到加拿大 没有多久的一个其他族裔的一个人 尽管在这个女孩被杀的案件当中 这个罪犯已经证据确凿 因为从她的女孩的身体里发现了 她的DNA 这个是铁重如山 你赖不掉 你逃不掉 你就是那个罪犯 但是在加拿大的司法制度下呢 仍然要一步一步要接受漫长的等待 漫长的审理 漫长的确认 我觉得加拿大的这个法律有点怎么讲呢 这种高度的法制 让我觉得很多坏人 他们钻了空子 有一句话叫 宁可错杀一千 绝不放过一个 加拿大正好成了 绝不错杀一个 宁可放过一千 我今天看到 这个女孩 我不想说她的名字 其实我几次话到嘴边 就差点说出来 但是我不能说 我不想再让他们家的人 受二次伤害 我今天就讲这个女孩这个案子 五年了 为什么不能够重判这个罪犯 这个确实是让人 真的心里特别 特别特别的气愤 是很多很多的罪犯 他们不管犯下了什么样的重罪 最后他们都可以全身而退 而且加拿大的监狱啊 说句心里话 还有很多人想进去住呢 那些无家可归的人 他们还碰瓷 想进监狱住呢 那监狱每天一日三餐 虽然吃的不像家里那么可口 但是他们有水果呀 有鸡排呀 有hamburger呀 有三文治呀 有鸡蛋啊 不能虐待他们 所以他们的伙食是挺好的 定期还会有改善 然后他们可以打长途电话 可以看电视 病房的条件 就是监狱的条件也是很好的 所以这个事呢 让我特别的愤愤难评啊 就是类似这种事情啊 就是让你觉得 坏人这个在这个社会里 我觉得他们活得特别好 特别滋润 我那时候开电影学院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想拍一个 关于就是中国的 一个黑帮的故事啊 我就采访了很多人 我采访这些人的时候呢 他们就很自豪的跟我说啊 加拿大的这个司法制度 他们承认是对坏人特别好的 他们承认他们有律师 巧舌如簧 可以帮他们开拓 很多很多事情 可以把重罪变成轻罪 轻罪变成无罪 然后不能保释变成保释 等等等等等等吧 好人就特别痛苦 这两天温哥华 在一个很有名的 一个华人餐厅里 那个监控摄像头拍下来的 就是这个盗贼 这边拿了件衣服 就从人的椅子背上 就把这些包就抽走了 要不然就是拦路抢劫 要不然就是拿刀片割人 要不然就是什么杀人纵火的 这种案子越来越多 而且物价飞涨 一切都和我最早 我眼中的加拿大 我觉得加拿大都变得 让我不太认识了 我刚来温哥华的时候 我记得 就是我住的 我刚来的时候 刚租住的 那个临时落脚的 那个楼的停车场 响了整个年度的第一枪 然后就大包小包 就开始报道啊 就成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新闻 因为加拿大这种枪击案很少啊 一年都没有几个 那社会治安 好的不得了 后来我搬到这个美加边境 这个地方就更加太平 我们家自行车 在门口扔了多少年 从来不锁 也不推进屋 就是骑完了 就在门口就扔着 终于有一天 自行车被偷了 门口的圣诞灯被偷了 你们知道 我今天做这个节目 就是不是做节目了 就是跟大家随便聊聊吧 我为什么要穿这件衣服呢 这件衣服呢 是2010年加拿大冬奥会的时候的限量版 你看 他这个帽子特别特别好看啊 你看这个帽子是这样的 然后 下雨刮风 就可以把帽子戴上 你看这还有这个 这个是加拿大一个名牌啊 叫ROOTS 特别有名的这个牌子 所以这件衣服呢 我就一直穿着 已经十几年了 我就是舍不得把它扔掉 我们家的人说 妈妈你的衣服都破了 看这个袖子 这已经 大家看一下 已经都破了 再看看这个地方 看这已经漏了这么大的一个洞 尽管如此 我觉得现在可能流行那个叫破烂装吧 就是乞丐服 我觉得也算顺应潮流了吧 这件衣服一辈子都不会扔的 整个这个衣服给我感觉 就像加拿大人的那种 直谱 低调 不奢华 他们不炫耀 但是又特别的温暖 在这片土地上 大家为什么来 为什么这么热爱他 你像我这件衣服穿了十几年 我对比了那么多的国家 我最后留在了加拿大 为什么呢 但是你再看看今天的加拿大 我刚来的时候 在加拿大我们 随便挑家庭医生 我认为这个医生好 我就用你 我认为这个医生不好 我马上可以换一个医生 但是现在呢 你看 看病要等那么那么久 我的家庭医生 现在马上即将要退休了 新的医生 都不接受病人 我就在想 如果我的医生退休了 我们到哪去找医生呢 现在BC省 还有加拿大境内 很多很多的家庭 都没有医生啊 但是加拿大的这个体制 如果没有家庭医生 你要面临极大的危险 你又不可能天天打 来万万 去急诊室 你去了急诊室 你也要等很久很久 才能有医生给你看病 而且这不怪急诊室的医生 他们尽力了 他们也很辛苦 就是这种制度 而且引进了很多很多新移民 新移民是给加拿大 增加了很多新鲜的能量和活力 但是你相应的这些福利 待遇都没有匹配上的时候 这个社会就开始变得混乱 因为很多人辛辛苦苦 他们劳动 他们打工 他们拿到的钱 还不如那些偷渡客 还不如那些新移民 还不如那些一贫如洗的人 因为那样的人 政府还每个月给你几千块钱 给你免费的房子住 你还可以到食物银行 去免费的领吃了 免费的领酸奶 免费的领鸡蛋 当然我因为工作的原因 我本来就一个其他的国家 邀请我去工作 我也接受了这个邀约 如果我没有这个新的工作 要离开这个加拿大 此时我可能也已经萌生了念头 我是不是是时候该换个地方了 说这个话 我是多么不情愿啊 你们知道加拿大是多么好的一个国家呀 尤其是我前几年 我跟那个政府打交道的时候 那感人的事情比比皆是啊 这些事儿让我对这个国家啊 充满了一种感恩的情怀 但是今天我看到的加拿大 每况愈下 一天不如一天 然后今天又是 这个多少年前震动整个华人社区的案子 到了现在五年 这个罪犯就是不认罪 我希望他能够重判 不能再让那些杀人犯 逍遥法外 这样的量刑 这样的仁慈 对好人是多么残忍啊 助长了坏人的恶 因为他们知道杀个人 我不过是几年 我就可以出来 像没人事儿似的 政府还要帮着我隐瞒我的姓名 还要通知社区 不要歧视我等等等等嘛 我不能说我不爱加拿大 我真的特别热爱加拿大 我觉得 就是穿着这件十几年 带着破洞的衣服 比让我觉得穿着 拎着什么爱马仕包什么的 自豪多了 舒服多了 但即便是这样 我们也不能 对加拿大的今天 加拿大的变化 某种程度上的堕落 熟视无睹 很多移民在想 我们千辛万苦 越过大洋 来到了彼岸 重新寻找我们的人生 可是看着这种 令人痛心的这种变化 很多人觉得 我们作为一个移民 我们又无力去改变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能忍受吗 忍受是痛苦的 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 很难找出来像 第二个像加拿大 这么一个综合的 评分这么好的一个国家 所以每个人都有理由 继续爱护他 继续维护他 同时我们也要坚持 也要忍耐 让我们所有的人一起 共同地去寻找 如何改变他的方向 如果大家有好的建议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可以 我还不会开直播呢 因为我从来没有 弄过什么直播这些东西 有时间研究一下吧 如果有可能 我们可以在线上讨论 讨论加拿大的未来 以及我们该如何 让他做出改变呢 这个我也是 想到这一点 我也觉得蛮茫然的 但是茫然 肯定不是我们生活的 一个方向 我们生活必须要有 更明朗的方向 我们希望空气更加清新 天空更加湛蓝 希望太阳 每天照常升起 希望自由和平等 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所以为了这一切 让我们思考吧 让我们努力 让我们再加油 谢谢大家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